仅至欲孽着进现实了 谁会想到一场大型真穷传说来就来 说撕就撕凶狠到一点吃相不顾 事情还得从2023香港小姐说起 果然能再热搜罢评好几天不是没理由的 决赛前夜9号潘明璇就是雷冠推荐的选手 成了最倒霉的人 他被前男友爆出一大堆黑料 说他整容学历造假 以及满口谎言博同情片前偏感情还踢退等等 直接提前退出决赛 剩下的选手也不消停 决赛刚落下帷幕 一群落选家里就阴阳怪奇开骂了 矛头直指赛果 各种内涵明寒不公 攻击行为很是赤裸裸 就差没直接报冠军身份证号了 其实出现这种场景就挺让人惊讶的 看过的朋友都知道 有些年那三甲归属才真是离谱 但一众加力都保持了克制和体面 很是输得起 但这次却很诡异 讲道理说 今年的港界赛果可以说非常合理了 除了10号 可力无收遗憾败北 其他奖项其实都算OK 没有神兽级别选手意外拿奖 三甲也都在智慧美貌气质方面 各有优势 平行而论 这一届赛果诟病地方不多 但偏偏是这一届撕起来了 还撕得非常难看 而首先被众多加力围攻的就是冠军庄子璇 在选美阶段 庄子璇就被媒体宣传为港版IU IU作为韩国大火的女明星 唱片大榜 主演的德鲁娜酒店 人格四重奏 更是火遍亚洲 我们先来看看IU的长相 再来看看港版IU的长相 其实在她拿下港界冠军之前 就有在社交网络上 用心精英美貌 想要成为网红 而她也是本年度前三甲中 唯一一个香港本地人 她就读于香港大学 学的食物营养学 身高168.5厘米 体重是51公斤 此前就有学姐冯盈盈 参加港界精选 然后拿到了冠军 有前辈的成功力自在 她在这次选拔中 也资深满满 但有一点在此前 让观众颇为惊讶的事情 在港界拉票 以及采访等各个环节 她的镜头总是最多 大量曝光的同时 也让她积累了高人气 然而她的高人气中 包含着不少争议 因她的网络社交媒体 一直关注着港圈女团 成员堆的动态 在记者采访中得知 两人是多年好友 还会经常私下约着一起玩 但在被问及 为什么当初不和堆 一起去参加全民造星 然后以女团出道时 她称 从小到大只看TVB 也就是这句话 惹得不少年轻人的不满 认为她过度捧TVB的抽奖 除此之外 在她夺冠之后 有同为参赛者的13号选手爆料 称她在几次媒体曝光的初选之中 拿下几个人气大奖后 就开始变身双面人 对幕后工作人员各种献殷勤 私下对其他同为参选者的选手脾气很差 她拿到冠军后 6号参赛选手发表情包内涵好能装 像你一样 8号选手回复此动态 发了三个小丑表情包 14号选手陈一鸣更是直接火力全开爆内幕 她回应 我黑脸不是因为自己美金十强 我早知道自己不会进欧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的脸会更黑 后来更是火力全开私网友 并表示自己改天会有问有答 后来她还在其他社交平台回应称 只是不满意比赛结果 但很满意因为拿了亚军 让不少解读就是内涵冠军庄子璇 这些落选加烈的举动让庄子璇饱受非议 而她在媒体采访下回答了 为什么会被人说没有冠军像 因为显得年轻 所以才被质疑 能有此番言论 也难怪她被媒体称之为是非港姐 而对于这些种种质疑 她回应管不住别人的嘴 冠军庄子璇被质疑是暗箱操作 引起不少争议 亚军王依然形象极佳 却被曝是老赖的女儿 父母疑似卷入千万诈骗案 目前苦主已经闹到TV被关博了 内地出身在香港读大学的王依然 是抖音小网红 之前也经常和网友直播互动 他曾经描述过自己的富贵生活 在香港住月租三万的房 平日花销和穿戴也都不菲 看起来就是个富家女 没想到这次被曝说 她的钱都是父母诈骗来的 据媒体报道 王依然的父母在内地经营补习班 20年来拖展到十多个城市 2021年因经营补善关门 又网友爆料指他们之前还在收学费 导致大量学生家长损失了上万元 而且拖欠员工的工资 一大家子跑到香港避风头 有不少人到香港维权 网友要求TVB出来主持公道 对于网民控诉父母举家卷款 逃到香港 TVB是否会耻夺亚军封号等问题 王依然一概表示不回应不清楚 她表示有真有假 大家自己分辨 王依然也解释了父母决赛当天没有到场的疑问 她表示父母有自己的工作 自己21岁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 习惯了独立 不羡慕其他人有家长到场 因为我不是一个孤儿 如今每个香港小姐 以及王依然新闻的相关评论下 都是苦主现身说法 还有苦主晒出了争据等等 看起来很是有图有真相 甚至有人喊口号 要求剥夺王依然亚军和最上镜小姐的身份 说她一个老赖之女不配当公众人物 目前TVB官方还没表态 原本我以为王依然也会装死不回复来着 但我想错了 她参选的是港姐 她面对的是港媒 注定不可能像内娱那几个老赖子女 208一样幸福了 再问了就得打的港圈 王依然回应了 并且一听居然还挺心虚 没敢否认 说不方便回答父母是不是老赖 也不清楚父母是不是挟据款潜逃到了香港 说爆料有真有假 还替自己喊冤 说父母的事不管自己是 自己21岁了独立了 说着说着 还把自己给说伤心委屈了 当场流泪 看完我都想替TVB高层眼磨把眼泪了 今年破格提拔了一堆内地家里 想让TVB接近内娱 结果没想到那群家里把内娱学来的撕逼操作 用来对付TVB了 今年还给了内地家里王依然最高的双料奖项 结果最大赢家惹最大麻烦 从娱乐新闻直接跳到法治新闻 想想头都大了 要说黑一万个港姐赛过黑幕也抵不过这个黑料的分量吧 很好奇TVB要怎么解决这个舆论难题 也很好奇他们要怎么安置王依然 有老赖之女这个开端 她进军内娱没那么容易了 留在香港发展吧 约雨都不会 大概率也是白费 重点栽培的选手搞出这么个结局 TVB如今想必也很后悔吧 相比于亚军王依然的黑料 继军王敏茨那些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王敏茨应该是三强中人气最高的 尤其节目中她的出场就是妥妥的女生 披肩长发 大长腿 白皙肌肤 五官也很精致 不过对于她的长相 很多网友质疑她动过脸 好在她的朋友发出了一张王敏茨的中学照片 才澄清此事 当然在长相之外 王敏茨的表现也是非常强眼的 比如她在音乐上也有很多拿得出手的才艺 尤其是鼓政 时级水准 舞蹈上的各种高难度也是新手年来 在决赛上 她的一处舞蹈表现可以说是大放一彩 而整容这点黑料 着实算不得什么大事了 更何况人家早就澄清了 再来说说众人一南平的时候 她可以说是今年港节里长相最有辨识度的了 旗袍环节更是惊艳 但却并未进入前三甲 无数观众对此一南平 甚至相关话题 还冲上了内地娱乐板块的热门讨论 昔日备受关注 每年都能选出绝美佳人的香港小姐比赛 怎么到现在选出来的冠军 要么无人关注 要么争议纷纷了 其实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有不少候选的参赛选手退赛了 几乎每一位都提到了合约问题 退赛的选手中 包括在参选之初就一直为外界看好 并称其很有冠军性的内地姑娘Nora 对此她也透露了原因 如果继续参赛 就要面对TVB非常苛刻的签约合同 另外一点就是 她的父母强烈反对 Nora参赛之前 就已经是一位有编制的老师 如果她想要继续港姐的路 就要和TVB签约 那么也就是说 她就要和学校那边解约 放弃铁饭碗 去未知的娱乐圈闯荡 且不说继续港姐之路 能不能拿到冠军 事实上 就算当了港姐冠军 也不一定能有长期稳定的工作安排 同样选择退赛的孙一透露 第二次面试就要签约 TVB当时拿给自己的合约 竟然有100多页 里面的条款甚至有 无论是否进入决赛 接下来半年都不能参加 其他任何娱乐活动 如果进入决赛 就必须签订最少5年的经济约 其中条条框框也很严格 他看完觉得不敢去赌一个自己不确定的未来 于是便选择放弃 朝此看来 能最终站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的 都已经是TVB的员工了 一间港姐选吧 是选真正的美人 现在看起来 感觉更像是TVB招新员工 并给员工造势 至于能不能进军娱乐圈 大家看看前几届港姐们就知道了 至今谁还记得前几届的冠军是谁吗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